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从马来西亚支付宝的现状 来看看中国错失的最佳渗透机会 首先,在马来西亚到底能不能用支付宝 因为我前面的视频里也跟大家讲了说 我在马来西亚是使用过支付宝的 但是并没有那么顺畅 在马来西亚大部分地方是支持Apple Pay 支付宝就没有那么好用 首先要从沙巴开始 因为我从马来西亚的旅程是从沙巴开始的 到了沙巴以后,我们去了很多的店铺 店铺,大家要注意 他们一般会喜欢在门口贴一个牌子 说我到底可以使用哪些支付方式 很多店铺都会写上支付宝,微信支付 在上面再画一个叉叉 这是什么情况 曾经支持过,现在不支持了 所以这种现象在沙巴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大家都可以用,后来不让用了 我在沙巴也问了当地的朋友 说这是怎么情况 是不是你们看中国人有问题 不让中国人在这边用支付宝了呢 他们说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支付宝自己回收了 支付宝原来让我们用 后来支付宝不让我们用了 不是马来西亚政府 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小店对支付宝有什么意见 都是说支付宝自己不干了 当时我就很奇怪 我说疯了,这个支付宝凭什么不干了 我们明明已经铺遍了沙巴大街小巷 因为沙巴是一个旅游城市 很多人跑到那去玩的 也不会说我在那里去做一些具体的生意 或者是做一些这种产业 其实没有,绝大部分去沙巴的人都是去玩的 我在这种旅游城市里头 支付宝为什么坐着坐着就不坐了呢 他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说在马来西亚支付宝曾经遍及大街小巷 现在都不行了 只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还没有把那个招牌上的换掉 没有把这个支付宝这个字样抠掉 只是在原来的支付宝的基础上打了一叉 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我到沙巴机场的时候 因为我是从沙巴飞心山 到沙巴机场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小店是可以用支付宝的 我就很开心的用支付宝在那里买了水喝 我就问人家 我说你为什么可以用 别人不可以用呢 他也说不太清楚 说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老板申请了我就可以用 我就买了水 但是这个事情就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一个疑问 到了新山了 新山其实华人或者说中国人是比较多的 很多中国人会到新加坡去创业 到新加坡去投融资 就会把团队放在新山 所以新山的中国人多 那么部分的饭馆就开始可以用支付宝了 比如说我在当地吃的一家 号称叫新加坡肉骨茶 他就可以用支付宝 可以用微信支付 两个都可以 在当地呢 其实支付宝还要比微信支付稍微多一些 微信支付会更少 大街上的这种中餐馆 很多也都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一些台湾人开的这个中餐馆就不让用 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头有一些小矛盾 小疙瘩吧 就不让用了 我也去问了一下 当地的这个华人啊 就是开餐馆的那些华人 我说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也给我讲出了其中背后的故事 我们后面慢慢再讲 为什么有的能用 有的不能用 有的原来能用 现在不能用了 有的现在依然能用 这个里头是有一个很曲折 很复杂的故事了 曾经的辉煌啊 支付宝也好 微信支付也好 曾经大范围推广过 在马来西亚的沙巴 这样的这种旅游城市 在新山 亲爱的新加坡这样的城市里面 都是极其广泛 极其普遍可以使用的 大家完全可以用支付宝 用微信支付就可以去支付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啊 大部分都已经干掉了 那疫情前呢 马来西亚大街小巷的餐厅 各种商店超市 都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其实印尼呢 我们也发现了 有一部分商店是可以使用支付宝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不让用了啊 这个里头呢 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现金出入境 其实并不规范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境外用支付宝 用微信支付刷了钱以后 其实我刷的是什么 不是马币哦 也不是印尼顿哦 是什么呢 是人民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支付宝 是在当地做了一个这种 外汇结会的一个动作的 但是这个动作做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规范的 大家要知道呢 以前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跨境支付公司的 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做跨境电商 我们需要在海外收款 那收款了以后 如果你走银行啊 走什么这样的渠道 第一个很慢 第二手续费很高 很多人说 哎 怎么办呢 走吧 PayPal呢 其实它的手续费啊 稍微低一些 但是其实也没有低到多少啊 也是很高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走这种叫做 啊 类似于PayPal的公司 其实国内其实有很多创业公司 做了类似于PayPal的业务 在国外去做这种 现金汇兑 我帮你把国外的美元弄进来 或者帮你把国内的人民币弄出去 但是这些人呢 其实好多做的并没有那么规范 他们很多是跟地方政府 有些县市级的这种政府 拿到了一些牌照 就开始来做这件事情啊 很多的很奇葩的玩法 曾经我就跟这些人打过招的 我说我能不能去 把国外的一笔美金弄到国内来啊 或者什么的 很简单 我给你弄进来 我说怎么弄呢 我给你打支付宝吧 当时把我吓着了 因为他们很多的这种广东那边的小厂长啊 小的这种工厂主啊 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弄完了以后给你打支付宝了 但是你想 我如果把东西在美国卖掉了 或者在东南亚卖掉了 然后你把美金弄到国内来 变成人民币 给我打支付宝了 那这里头 你首先现金怎么进来的就不知道 你到我个人支付宝上去 睡交平交咱也不知道 对吧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 不那么正规的方式 但是这些跨境支付公司呢 在当地其实是有很多的当地华人在做 对吧 也在国内有一定的牌照 在当地也发展了代理商 这些人在干嘛呢 他们作为这个第四方支付的推广商 在帮支付宝 在帮微信支付 在做推广 当时支付宝说 我们想把这个都渗透掉 怎么办呢 他就自己去推又很麻烦 对吧 这些人就冲上来说 来我帮你搞定 我帮你去做现金出入境 我帮你做所有这些事情 我帮你到大街小巷去推广 支付宝其实当时就一拍即合 说来干吧 所以当时就非常非常的火爆 大街小巷所有饭馆 所有的超市都可以用支付宝 对吧 甚至我记得当时 最有趣的是我跑到台湾去 台北 我可以直接用支付宝打车 对吧 我打一个车 打完车以后 当时是那个车队叫台湾大车队 他支付宝付账 现在是不是还可以用 我已经不确定了 因为疫情之后 我就没有再去过台湾 有机会可以再去 看看是不是还可以去用 所以支付宝在当地的推广 其实基本上是这么做起来 现在呢 为什么突然就都没有了 曾经的辉煌吧 那么现在突然就不行了 是怎么回事 由三个方向进行整治啊 真的是三板斧 咔咔咔下来以后 支付宝就直接在东南亚被砍残了 一板斧是国内政府 收紧了跨境支付渠道 国内政府说 你们这些各种规范的 不规范的 咱们要把它处理干净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蚂蚁金服被彻底的中锤 因为原来他要上市嘛 然后突然叫停 叫停了以后 彻底去整改 咱们还不说是在国内到底放了多少贷款 到底撬动了多少金融杠杆的问题 你光是没你已经完全失控了 那么这个过程就必须要重新整治 而且现在蚂蚁金服已经变成了一家部分的国企了 所以原来所有这些代理商的这些渠道就通通都关掉了啊 你们不要搞这个事情 你老老实实的跟有国内支付牌照的这些人 我们从弄啊 你们原来那些我都不让了 就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沙巴 人家跟我讲的是支付宝本身收回了牌照和许可这件事情 是从这说起的 说我不让你做了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其实是东南亚各国呢 也开始在推广自己的一些支付 或者自己开始在发牌照 包括泰国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都在开始发相关的支付牌照 都是你这个中国的支付宝 微信支付就跑到我这里来 大街小巷都铺满了 这事不太像话 对吧 你可以来 但是来了以后 你必须要在我这申请 你拿到牌照以后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 在这块也是一记重锤 第三记重锤是什么呢 疫情期间没有中国人来了 对吧 你按道理说 你只有大量的中国游客入境 大量的中国人进来 我去维护一个支付宝的这样的支付通道 才有意义 对于商店来说 或者对于饭馆来说 我为什么要去维护一个这样的支付通道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 我如果没有这个支付通道 我的生意会变差 我增加了支付宝支付 我的生意会变好 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 你说我增加了一个支付通道 我还有成本还需要去培训 可能上的设备还不一样了 可能没准还有手续费 所有的这些东西做完了以后 发现生意并没有变好 那我何必呢 对吧 就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三季重锤下来以后 支付宝在当地就基本上摊菜了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能用呢 因为是这样啊 就是说你可以再去申请 现在呢 你可以向中国银行啊 向这些地方重新去申请开通 支付宝的跨境支付业务 走正规的途径去做支付 走正规的途径去做结会啊 这个事是可以的 但是国营单位 你懂的 这个不能说叫事难办 脸难看吧 但是相去不远 而且他的可能各种优惠条件 像原来我知道这些代理商 这些第四方支付的人 他是给很多的优惠的呀 我帮你去支付一部分的这个手续费 我帮你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返现 返佣什么这样的东西 因为支付宝当时也很简单 说你们去替我支付 替我扑点了以后呢 我就直接给你这些优惠 我就不用自己下去这个 马来西亚去印尼 一个一个地方去扑去了 你去弄完了以后 我给你利益就好了 但是现在变成国营单位了 我变成大爷了 对吧 我坐在这坐着 你们谁爱来申请 谁来申请啊 申请完了以后 我经过一个认真的审核 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我给你批一个 还是不批 或者觉得你哪个地方手续不全 请你打回去重做 他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奇怪的玩法 在这种情况下 又没有那么多的中国游客 重新入境 他们呢 重新去申请支付宝开通 就没有那么好的机性了 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再有大量的中国人入境 开始去消费 虽然难办 这些真正想做中国人生意的人 还是会去申请的 当然你说这个台湾老哥开的 广市海鲜店 是不是会去开通支付宝 我觉得是人家自己的选择 对吧 他说我这一块生意的损失 我认了 那是他的选择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中国的商业模式呢 其实渗透东南亚是有一个过程 在疫情之前 我们其实已经把东南亚 很多国家渗透的千众脉孔 首先是什么 我们有绝对领先的技术 从支付技术 电商技术 包括很多流媒体相关的技术 包括很多内容流量相关的技术 中国是全世界第一 没有之一 对吧 没有任何人跟咱们比包括美国人 他们在这一块上 其实在很多细节上都没有咱们做的好 所以我们绝对绝对领先 第二就是地毯式的推广 遍地都是带路的 为什么东南亚你说哪个地方没有华侨 哪个地方没有华人 哪个地方没有华商会 这些人跟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现在如果想到东南亚去做地推 想到东南亚去做了一个事情 只需要说我们把这个规范定好 说你们给我推一个店给你多少钱 或者你推完了以后 我给你把这一块地区的支付抽成 让你抽多长时间 你把这个事情做完就完事了 其他你都不用管 只要你把这个牌子往那一立 这些带路党就蹭蹭蹭 把我们都推广了 再加上叫什么 世界归工厂 对吧 这个世界工厂真的是生产全世界所有东西 虽然现在在有一部分进行转移 但是我们依然在生产全世界所有的东西 我们能有这个能力 而且生产的最便宜 质量最好 东南亚这些 特别是一些消费能力不是很高的国家 他们就需要这些东西 他需要把这些东西弄到这边来 他就需要有跟国内的一些支付相关的业务 比如说我从珠三角的工厂里头 买到了一万双拖鞋 那么我就需要去做这个汇聚和支付的业务 这是我们非常强大的地方 而且我们还有巨大的市场 你愿不愿意把东西卖到中国去 这个事情你问当地的 比如说马来人印尼人 他们可能说中国在哪 不至于中国在哪 但是他们觉得可能自己过的日子过的不错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把东西卖到中国去 但是你问马来华人 你问印尼华人 你问新加坡人 你问泰国华人 你说你们愿不愿意把你本地的东西卖到中国去 当然愿意了 那巨大的市场 巨大的购买力 凭什么不卖 对吧 但是这个事还是得华人干 而且我们是消费的极先锋 对吧 我们会把大量的中国人派到全世界各地去 不光是去东南亚 美日韩什么都要去 欧洲都要去 我们要去买东西 对吧 我记得当时去美国各个奥塔莱斯里头 所有的店里都会有一个会讲中文的服务员 他会来干嘛 专门接待中国客户 因为我们真的买嘛 但是疫情三年 这些人估计都失业了 我记得我当年在旧金山的奥塔莱斯 当时去买什么 买酷吃好像是 进去以后 一位大姐上来说你好啊 什么就讲了几句 当然口音不是很正 我觉得也还好吧 我就很开心的冲进去找他买酷吃包去了 结果发现他是为日本大姐 他就会说你好啊这一句话啊 当然我后来还是买了扣吃包啊 他把我骗进去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我当有巨大量的消费冲出去的时候 他就会来迎合你啊 没有人跟生意 没有人跟这些玩意过不去的 这是我们去整个渗透东南亚的过程 如果后面没有疫情三年 没有支付宝整治 没有所有这些东西 那可能现在整个东南亚一带的产业结构 就会被我们整个调整过来 其实现在国内的整个产业结构 已经被淘宝 被微信 被拼多多 被抖音 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整 现在有很多工厂说 我就专门为这个什么样的方式 被拼多多去服务 为淘宝去服务 他就是这样 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彻底去重塑 东南亚的这个产业结构的 但是了 疫情三年 加上我们自己要这个规范化 要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把这事给断送掉了 叫大好前景 一招断送 那么如果形成了产业链 像刚才我们讲的形成产业链了 这些产业链是会有生命力的 它会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哪怕出现一些风风风吹草动 有一些风风雨雨 它们都是可以自己修复回来的 除非说我们讲政治 不讲经济 气着咔嚓一刀切把它干掉 那是你彻底回不来 否则的话 它们都是有极强的生命力 而且它们会自己去发展壮大的 那么好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是不是还有机会 再续前缘 其实机会依然存在 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 不是说我再去做支付宝宝 我再去做电商 电商还有机会 但是我们现在电商整个的 这个前面的那一部分 我们做淘宝电商 做京东电商这种方式出海 其实已经没戏了 但是我们现在有新的两个电商触手 在出海一个是这个全托管模式 拼多多模式 另外一个是抖音模式 抖音模式是什么 就直播电商模式 或者叫内容电商模式 社交电商模式 就这些东西 我们依然比全世界领先 依然在设法去渗透东南亚 渗透到各个国家去 这是我们在干的事情 另外一个 是我们能够渗透出去 能够彻底改变 它的产业结构的东西是什么 是内容出海 这个是我们可能未来去做 内容孵化 或者包括去做树子游民孵化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内容出海 这一块 我们又领先很多很多 至于说内容出海 这一块到底怎么玩 我可能不费频道里讲的比较多 有兴趣可以去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在东南亚 在马来西亚 到底能不能用支付宝 这是一个玄学问题 我们错失了巨大的机会 我们现在要趁着当前 我们又可以出国 又可以出境的情况下 要再去前沿 重新去渗透当地的各种产业结构 这就是今天讲的内容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 再见